高云翔澳洲性侵是仙人跳。朋友爆料XX为了打击范冰冰新戏,女编导诱火制片人和她发生关系。 在耗资5亿人民币的《八星传》上映前,男主角高云翔就被爆在澳洲社性侵被打。 这消息一传出就引来各界多方揣测,其中最让人信服的阴谋论莫过于以下这则消息。 据台湾At Today报道,大陆男星高云翔在澳洲社性侵被打,消息震惊两岸散的娱乐圈,他目前被羁押在澳洲当地,等候开庭审理。 但此案爆出阴谋论,好友爆料声称遭到性侵的华裔女编导是受到敌方剧组。 如以转的指使,才会设计这出仙人跳,分析暴性侵的时间点正好是如以转确定被官方毙了的两天后,被认为内情并不单纯。 如以转和八情转,图翻设字网络。 如以转因为大陆广电总局下达了史上最严的现故令,加上争议连环报,27日根据官方可靠消息指出,此剧确定一刀毙命,连网络平台都上不了。 没想到就在两天后,高云祥就爆出性侵,导致原本不受陷故令影响的八情转因此也被判定禁波。 范冰冰和高云祥的预告照一释出,立即引起大波回响。 图翻设字八情转微博,据一周刊报道,高云祥的好友爆料这一切都是阴谋论,支出高27日拍完阿娜亚恋情的戏份,和经纪人,二助理,一化妆师等人在饭店房内庆祝,但华裔女编导却致控当晚被她性侵,让好友大怒反击,戏都杀清了,那位女编剧没道理还留在剧组。 而且还自己进门,随后就报警说自己被性侵,房里有其他人,怎么性侵。 高云祥设性侵,被澳洲警方逮捕。 图翻设字微博 由于如意转被进波和高云祥报信亲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点太过相近,好友质疑是如意转剧组想要玉石俱焚,才会用此招来扳倒原本被受外界期待的八青转,认为,找这时间弄高云祥,如果不是用计,怎么会这么刚好? 引起网友议论纷纷。 八青转是唐德影视的年度大戏,耗资20亿台币拍摄,范冰冰出演女主角,同时也是唐德影视的大股东之一,全片找来无嫩娘传奇的团队打造,显现范冰冰对此剧的重视。 如意转因剧情主轴为宫廷斗争,被官方毙了,图翻设自YouTube。 据悉,检方搜集证据需耗14至6周,高云祥只能待在监狱中等候开庭,新浪娱乐访问澳洲当地律师相关案件的处理方式,律师只出现新官司在澳洲一般要花上一年半至两年时间才能结束,这期间他会被限制出境,对演艺视野无疑是一大打击。 范冰冰,耗资约20亿台币打造八星转,图记者张一中社。 由于高云祥是公众人物,加上有家庭且没有前科,律师认为保释成功的机会很大。 此外,目前辩方根据检方提供的初步证据资料,发现证件案情很明显是无中生有,如果查证属实,可以当评要求撤销监控,并释放当事人。 另一方面,据雪花新闻透露此案将于4月6日在澳洲开审,阿纳亚练琴的工作员表示,这位合作方的女编导不是正式员工,只是得陪负责找招募临时演员还有工资的结算以及场地的切换而已。 由于阿纳亚练琴在澳洲拍戏在杀青的时候还会有一笔尾款,很有可能在结算尾款的时候出现矛盾,双方有了肢体冲突,所以这件事可能一次涉及到经济纠纷。 对此网友生产了质疑,为什么结算尾款要找演员高云祥? 这很有可能是剧组王靖负责财务,这名合作方的陪找王靖结算尾款的时候,恰好高云祥也在,所以很不幸,高云祥因此也在算计范围里了。 现在高云祥的性侵在国内媒体上的猜疑无疑是三种,一,被诬陷的,二,中了仙人跳,三,高云祥的确有性侵行为。 直到现在高云祥还是天天占了热门头条,大家都在期待4月6日的到来,同时也希望高云祥是清白的。 不过在悉尼多个主流论坛中揭秘了女编剧的姓名及照片仪,表示她也是受害人。 因为阿纳亚恋情拍摄时需要协调的场地,还有招募的外国演员工作量都不是很大,三到五个人的制作小组完全就能应付的了,因此她可能是受害人。 在这份阿纳亚恋情的拍摄计划中,在蓝线部分标注了这样一段话,Line Producer Anne Robinson,这个Line Producer就是制片人的意思,后面是制片人的名字叫做安妮·罗宾逊·Anne Robinson。 这个女编剧的名字也完全符合华裔的身份,她叫做Renie Key翻译成中文就是雷妮·齐。 同时悉尼的帝网友们的辨认中,高云翔对话的外国女人是安妮·罗宾逊,她本人在悉尼有点小名气,很容易被认出,不过在她身边的应该是华裔女编剧受害人雷妮·齐·Renie Key,吧。